我最早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是 我就纳闷 这个国家怎么会叫美国 难道很美吗 我也不知道谁第一个把这个国家翻译成美国 他第一个把这个国家翻译成美国 他一定是把这个美丽的国土看透了 不然他不会把这个国家的名字翻译得如此入骨到家 我以前只知道美国的高科技 航天飞机 金星火星 太空探索 80%以上的诺贝尔奖都奖给了美国及美国教育背景的科学家 美国的教育超一流 全世界的有为青年 有一个美国梦 美国留学梦 美国的航母战斗机等等 也是各国真相购买或者三代的目标 还有那华府的一举一动 都是世界的焦点 等等太多了 当我们亲自住在这个地方 成为这里的普通人家以后 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 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土 最最重要的 是它的内在美 看着我们这社区街道 每时每刻都散发着一种高傲的内在美 美得让人窒息 秋天的风夜红 冬天的郁郁冲冲 春天的阳光绿 夏天的明媚火热 目不暇节 真的不想回家 我想一直在这个街上溜达 甚至不想眨一下眼睛 重要的是 这一切美 都是各家各户 发自每个人的个人行为 千知百态 争其斗艳 这里没有政府的面子工程 农庄厌抹和粉刺 这里都是民众们 为满足自己追求美的杰作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力量所在 无与伦比 战无不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